近日,江苏高院发布的金融审判十大案例2021-2023,披露了江貌均素,中国银行南通中绣制行,合同纠纷案细节,该案为中国银行原油宝,您是案件,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批开庭审理的三个案件之一,2020年4月21日,WTI原有5月期货合约出现历史复制的,结算价-37.63美元每桶,受其影响,中国银行原油宝,美国原有5月合约出现了穿仓,投资者发现其本金不但全部 还到现银行一至二倍钱,后来中国银行与绝大多数投资者达成了和解,穿仓部分由中国银行承担,同时中国银行还向投资者承担了一定比例的本金损失,不过仍有部分投资都对和解方案不满,选择起诉维权,据江苏高院披露,江贸均原油宝交易账户,产生平仓损失约13.97万元,其中保证金损失约2.89万元,本金损失约11万元, 经江苏省南京市古楼区人民法院主持调解,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一,被告中国银行南通中秀之行,于2021年1月4日前,支付原告江贸均本金损失约2.2万元,退还保证金约2.89万元,合计支付原告江贸均约5.1万元 二,本案纠纷一次性了结,双方再无其他纠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